另外在新北市昨天新增的两名确诊个案足迹 都曾经到过传统市场 今天进入市场采买民众听到消息都人心惶惶 摊商也表示采买人潮的确少了将近三成 据了解这两名确诊个案是同住家人 都是在居家隔离时应转阳确诊 而且其中一人出现了发烧咳嗽的现象 而这两个人也是新装家族群聚成员 目前该传播链累计已经有14人确诊 你好 假日一早进入市场人员加强始联制管理 新装育民市场再报确诊者足迹 民众听到心惶惶 我一两个月都没出门了 我现在听到我就怕了 那这样我赶快做 比上礼拜少 大概少应该有2 30%左右 新北市昨日新增两名确诊个案 分别是案15948 30多岁女儿 以及案15949 60多岁妈妈 在居家隔离时 裁检确诊 两人分别去过新装育民市场 和彭措太平市场 博爱市场 属于家庭感染 根据了解这两名确诊个案 竟然跟当初原白宝庆殿 以及板桥中山殿的确诊柜姐 来自同一个家族 而现在大家族群聚 竟然已经累计14人确诊 新装家族聚餐 虽然案15948 案15949 没有参加聚会 但和15835接触 进而染疫 另外案15903 则因女友的身份 接触感染 个案居住在树林区 其中依然出现了发烧 咳嗽症状 经裁检 阳性确诊 疫情趋缓 但仍有不少接触 匡列者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借车铃许中明行北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